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司機金第二日股壇事件 我是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中原集團的施老闆 蕭文青 施先生 是 施先生 你好 你好 首先要說一個好消息 怎樣好消息 因為股壇事件的收市率創新高 上星期收市率超過13萬 我們要多謝製作團隊才行 比我想像中高 這與香港的大環境有關 現在社會相對動盪 很多人對未來的前景 不算看得很通 但這些所發生的事情 亦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計 未來的福祉 所以這段時間 大家對資訊會很渴求 希望有沒有一些 指點迷津 實際上難度高 對於前景的確存在 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以及現在是相對複雜 看不通 大家就會拖拖拖 在投資上亦都會患得患失 或者一時恐懼 就會作出某些決定 亦容易出錯 當然 之前我都說這些情況下 不是適宜持重貨 或者是太過進取 之前我都說過 今天我相信 衝擊比較大 但是政府利用緊急法 在今晚推行蒙發 今天下午3時 政府出來有個記者招待會 交代了 今晚12時 會利用緊急法 做所謂反蒙面法 即12時打號 所有合法或非法的集會 假設遮蓋臉 無論是用口罩或化妝遮蓋臉 都會有機會有刑事責任 以暫時了解 應該是監禁一年 所以這件事對大家 大家都很關心 都想問問詩先生 因為我剛才拍攝前 有很多傳媒朋友追訪了你 不如詩先生 跟我們鼓壇事件的觀眾說你的看法 這件事 其實某種程度是早已遇見 如果讓我說 遇見的不只會推蒙面法 亦會出現的是如何處理已被捕的人 因為這段時間被捕的人 都很多 暫時好像有千多二千人 因為香港的法庭正常有一定程序 被捕了人 警方拘捕要起訴 然後還要上庭 正常的法庭已經很忙 如果你有官司打 或遇見的事情 你就知道法庭排得很密 香港有一個程序公義 要給被告有足夠的申訴 辯護的機會 變成正常的程序會拖得很慢 所以很多當情況惡化 很多地方都會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嚴重的可能要戒嚴 這些是你看事物的發展 我之前說除了會出現這些緊急法令之外 現在的趨勢是演悲劇 我認為一個負責的人 有責任提醒 參與者發展下去 局勢發展 會進一步危急 政府出動的手段 會比之前強烈 因為他們自己都叫做時代革命 革命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推翻現有的政權 奪取政權革命的目標 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 而所有的舊制度 都不會自動退位置 否則不用革命 如果以革命為目標 現有的暴力程度 是不足夠達到革命的目標 除非調整運動的目標 如果你的運動目標 以革命為目的 必然與現有的政權發生衝突 現有的政權是一國兩制下 一國是共產黨領導一國 共產黨是槍光子 雷出政權 他知道革命者 如果真的要成功 他認為會出槍光子 如果出槍光子 他當然也是以槍光子回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抗爭 有抗爭的界線 有革命的手段 以革命為手段 我們必然產生暴力對抗 你要奪 共產黨手上的權 你不如擔心 擦摸你的頭 拖拖你嗎 所以我認為發展下去 碰撞 有機會悲劇 悲劇已經在演 不過以前分段分段演小悲劇 現在可能一次過演大悲劇 即發展的速度會加快 對投資者來說 他可能覺得 快點會有一個結果 以前可能要三個月 半年才出結果 現在已經表現了 當一件事加快速度的時候 而對方亦都是以加強的回應 迅速升級 升級之後 我相信最後現在是以武力去解決 所以我之前很不明白 為何一定要選擇武力解決 為何要逼政府用武力解決 代價是會大 投資者的代價是有限的 錢、數字遊戲 當然我們的股民都很緊張 年輕人可能用性命去付出 所以作為革命 應該是知道革命不是一步到位 是有階段性的 每一個階段都要定一個恰當的目的 你才會有進度 會有得益 如果每一次的目的都是終極性的 而終極不是一次過達到 所以會有很多次的失敗 是 挫折 付出代價 在條件未成熟的時候 去爭取一個 或者去攻打一個攻不下的堡壘 就要付出代價 我自己估計這件事發生之後 你怕發展 會加劇 即發展的速度會快 之前戰令馬路 都戰令幾個星期 我們都已經四個月了 即是由戰令馬路左階 到扔燃燒彈 到衝擊政府建築物 最初是同樣的事情做好 溫和一些慢慢越來越演化 現在我相信會加劇 傷亡會增加 對於股市也好 對資金或是對大家的投資 有甚麼看法 股市會反應得比樓市 樓市現在才開始 中原成資指數沒有那麼快出來 現在剛剛公佈跌了0.2% 高位就好像跌了4.5% 跌了很少 即使下星期出來的指數 都是兩個星期前的成交 未能夠反映 但是股市以我以前見到這類型的 大的政治事件 市場反映 通常是市場反映 很快去拆下來試底 也都會快視到底 如果你是拖著拖著 就會因下因下 反而市場就不喜歡這些不確定性 現在我相信會急劇變化 我相信反對派的做法是 你說不讓我蒙面 我今晚就蒙給你看 如果純粹蒙給他半夜才開始實施 政府可能不立即採取很大行動 但如果你說蒙面的同事 繼續有些比較激烈的行為出現 政府我相信也會採取相應措施 衝突就會大 所以大家心理上要有些準備 衝突就會惡化 我自己看 大陸已經處理了大陸本身的問題 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相信大陸最擔心的就是 香港的社會運動會影響大陸的年輕人 但最近我了解的情況 大陸年輕人對香港的情況不認同 大陸政府已經不需要擔心 香港這次運動對大陸的感染力 就已經打了免疫症 他會專注去處理香港問題 當事件惡化 如果群眾再進一步升級 人數上、行為上升級 政府又升級 如果香港政府自己無力解決 可能被迫 大陸不想出解放軍 都可能要出解 因為如果你說失控 現在 搞到 警察 原來發現 處理不到這個問題 因為人數太多 處理不到的話 不會出現處理不到 就不處理放棄 我最初說 為什麼不容易成功 無論你做多少事情 都不足以 因為所做的這些事情 令到中國放棄香港的主權 沒錯 變成 香港控制不了 就是迫大陸出兵 支持我的預期就是 先迫迫迫迫迫到香港行緊急法 行緊急法 不僅僅是 募免法 還有其他 緊急法 其他相關的事情都會行 如果行走也沒有用 就是迫戒放軍出手 迫戒放軍出手 最終就是 我用強制手段 如果繼續對抗 就要付出代價 就不是之前那種代價 所以你說這件事 市場的反應 是覺得事情會惡化 還是覺得事情會提早了結 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如果市場覺得失控 當然惡化 但市場認為惡化了一段時間 會令到事情了結得更快 可能變成正面 暫時只是幾個小時 未看到 如果你說拆得最新的時候 拆了四百多點 今天星期五 傳媒上開始報導 有一個夢免法的時間 即時市場反應比較差 當然 當記者會完結後 即是三點鐘過後 市場就收集一點 兩天市場反應都不同 第一天 昨天星期四的時間 市場反應似乎是正面一點 今天到消息正式出台後 市場反應比較差 正如韓先生所說 看大家如何解讀 即是看哪些人 如果人們解讀這件事 會提早了結 便會正面 如果這件事 政府會失控 控制不住 我自己看到 純粹蒙面法 可能都控制不住 還要配合其他的感激措施 如果出賣都控制不住 可能真的逼解放軍出來 明白 今日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施先生 正如施先生所說 接下來局勢發展 都會變得快一點 希望大家多點關注我們的股壇事件 聽聽施先生說最新的觀點 我們下集時間再見